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网上有很多类似的视频 就是把他 在同一个时间下 在同一个天朝 不叫天朝 同一个天空之下 发生在中国跟世界 世界杯所在地的卡塔尔 一个迥然的区别 就是人们在忙着看世界杯 全世界在忙着看世界杯 包括北美 北美的美国跟加拿大都入围了 所以这是他历史上 很少有的 而美国队跟加拿大队 都挺凶的 真的挺凶的 所以北美也都在看足球 原来世界杯 我们那时候看世界杯 北美根本没有人看 所以这是一个故事 而在球场上 那么多少万人 卡塔尔为世界杯建了四个球场 那多少万人 在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人戴口罩 没有任何一个人戴口罩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难道我们不是在同一个时空下呢 所以这是有一些这样的故事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嘲讽了今天的 嘲讽了今天的这个中央电视台 这是美国队对威尔士堆 中共在转播的时候 他把看台上的人都给虚掉了 他把看台人虚掉 虚掉 这是中共播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CCTV5 他为什么要虚掉呢 因为全场都是人 没有一个口罩 全场都是人 没有一个口罩 所以 中共的宣传系统做得很细节 很细腻 习近平自己很喜欢看足球 所以他曾经发誓 他要把足球如何如何 他很多照片是他自己踢球的 但偏偏郝海东呢 是对他非常的应对他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人们在嘲讽 人们在嘲讽 嘲讽中呢 又渗透着无奈 这是另外一个了 我们就看这个大场面了 全世界这么多人 在现场看球的这么多人 没有任何人戴口罩 没有任何一个口罩 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而这个对比就是 他对比的意思就是 今天中共国到底在干嘛 今天中共国到底在干嘛 那有另外一个呢 就这个就更有趣了 这个是被人给辟掉了 用了这个 用了这个 CCTV的 这个视频 那被人给辟掉了 把所有人都辟出口罩来了 这是人们的嘲讽 对今天习近平的嘲讽的一切 那也就在这个恰巧 就是应该是昨天吧 今天 昨天到今天 在中国的微信上出现了一个 一篇文章 叫做石问 石问 但他的账号呢 叫做 他的账号的本身叫长安 政策是长安观察 我原来注意过这个账号 很早 注意过这账号 那个时候 是学习小组的账号 刚刚出来 很早了 所以这是官方背景的 他真正的官方背景 结果他却提出了一个石问的说法 直接质问习近平在干嘛 我们只是用报道 因为这篇文章被删了 那账号也被封了 石问 之一清零 那官方全网呢 封杀灭火 封杀灭火 他里面的内容 说句心里话 里面内容差不太多 他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疫苗 他说国产疫苗的有效性 其实基本都下败了 说句心里话 基本都下败了 那作为这个 作为福奇呢 大概在今天是星期三 福奇在星期一 在白宫进行了最后一次答疑 然后被记者狂轰滥炸 因为他自己宣布在12月份要退休了 所以他就离开了 但是他在最后的会议上 依然说坚持要打针 能打几针打几针 那天我说美国其实还在封呢 可能我没解释清楚 我说美国都在封 你竟瞎说 所有进入美国的 所有进入美国的外国人 依然要疫苗护照 这是在全世界很少有的 不是美国人自己之间的封锁 而是他对外的封锁 那包括加拿大 我们原来以为呢 加拿大会脱后 美国会提前 但没有 我们原来也以为呢 就是美国呢 应该是在 美国应该是在 中期选举之后 就即刻就会解封了 因为 拜登在推崇了 紧急状态的概念当中 是跟投票选 邮寄选票有关的 为他党的利益 但是呢 他也没解封 他很奇怪 也没解封 通常的时间应该是 每个月的20号 21号或者23号 今天是23号 没有解封 他的紧急状态 已经延续到明年年初了 为什么 不清楚 说起心里话 不清楚 就是 他就像被某种东西 给控制住一样 而加拿大就老早已经解封了 就是什么疫苗护照 这些全都不要 完全不要 但在最近的时间里面 大概前后有二十几天 在美加地区大规模的疫情状况上升 但是人们却熟视无睹 说起心里话 人们熟视无睹 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孩子 每每出现了 少年 少年儿童出现了重症 很多儿童医院 他的急证室都已经满了 这是我听新闻听的 就是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状况 我只能说叫异常的状况 但是在疫苗问题上 基本上 基本上就下拜 真的 他也知道 有些人去打五针 有 在加拿大有打六针的 这是我们听说过的 但疫苗的有效性 如果你打这么多针 自己已经没有效了 所以这里他提到说 国产疫苗是否有效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国外疫苗是否有效 所有疫苗是否有效 这里知道内情的 我坚持认为只有习近平 只有习近平 他知道疫苗是没有用的 国产的跟国外的都没有用 那他为什么 他打没打 他不打 他肯定没打 那第一 他连外国都不打 因为截止到最后 外国的疫苗 外国的疫苗 也是在不完整的 病毒的资料基础上 建立起来 他到现在不去承认 病毒是从哪来的 而我们知道 大家知道的公共消息就是 病毒是残缺不全的 早产 病毒早产 早产的病毒带来的伤害 人没有能力去应对早产的病毒 早产的婴儿 对医生都是巨大挑战 如果早产的话 那医生都问 是留大的还是留小的 对不对 留大人还是留孩子 那肯定一般都会留大人 不会留孩子 那个孩子 大人走了 把孩子留下来 怎么养啊 当爹的 他肯定不干嘛 所以他早产的很多都会 医生一下手就得问这个 道理是一样的 那病毒早产了 你让他 你让他 夫妻干嘛 夫妻能骗钱吗 别的他不会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跟大家解释了 那他就 他说 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 一个星球上吗 微信公众号 叫做长安课堂 我真的认为 这是一个有官方背景的 他提出了识问 国产疫苗是否有效 基层防疫不断加码 那解除防疫严控 客观标准是什么 决策的依据是什么 那本土跟香港政策 十大不同 有十大问题 那主管官员要认真回答 再做出防疫解释部署 这要求过分 过分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 习近平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对吧 从2020年1月25号 23号开始 故事是这么来的 那跟香港当然不同 香港没有共产党员 香港共产党员是地下共产党员 在中国大陆有9600万共产党员 中国的土地上有960万平方公里 所以每一个平方公里上 每一个平方上 有10个中共党员 习近平要把他们清零了 当然就是了 所以习近平要把他们清零 而没有什么客观 什么叫客观标准 如果病毒 如果病毒是残缺不全出来 留意出来 那他能有客观标准吗 你对一个 对一个这个早产的婴儿 你能提客观标准吗 所以这是习近平自己心里 我以为他自己心里明白的 那这篇文章出来干嘛 真的是挑战他 是中共体制下的精英 我以为是有一些精英者 去挑战他 你比如说 如果这个账号 我比如啊 是有着朱镕基的背景 就会挑战他 朱镕基的背景 有可能会 那他就把他封了 封杀前 阅读量十万 十万不多 但转到其他平台上 政府封锁文章 账号的效率 要用在地方上就好 他到地方上没用 他要真正有政策的话 他真知道该怎么应对的话 就不用今天这个办法了 但他一直是有着 极其惧怕的心态 他对病毒有着巨大心态 那种病态 向访外国 病毒是我做的 向访什么外国 你们家猪肉炖粉条 美国人有吗 他没有 美国人吃猪肉都用bacon 美国人很少那么炖猪肉 都是炖牛肉 对不对 我们东北人吃 北京人吃猪肉炖粉条 他吃这个了 病毒是猪肉炖粉条出来的 然后你到了西方社会 转到西方 你说非得按意大利的饭做 按照美国人没什么饭 麦当劳 他不是 他不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他习近平才 他说我还不知道 我吃猪肉炖粉条弄出来的 你在罗马做那个 那都要猪肉炖粉条吗 你们家有粉条吗 他们家没粉条 那你说你得赚准 今天他小学毕业生 他知道这东西能药病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是在这 第一个 第二个 在这个做法中 完全验证了 他用手机 把十几亿人给关在监狱里 是成功的 网上有个视频 是宁波的 是宁波的 突然这个县城 全都 所有人都黄马了 他想让你黄马 让你全都黄了马 让你红马 让你全都红了马 他用这个方式 在管控着社会 他用这个环境 在训练着这个社会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去做 他要训练着社会 最终服帖他的方式 而走入习室王朝 他这是过度 在习室王朝完全建立之前 明年三月份 明年三月份开两会 你看他说什么时候逐渐开放 明年三月 所以这是他统治的手段 转型到习室王朝的统治手段 那我眼睛里是这个 这个东西探讨 就基本就瞎掰了 所以他管制是一个巨大的 对病毒的惧怕是一个巨大的 那作为中国人来 中共国人来讲 他不能讲真相 所以这是他 我以为最关键的 这里面就提到说 跟香港本土不同 香港没有做过全民筛选路 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跟他的 就是你随便可以这么讨论 但是对于我来讲 没有任何意义 在世界杯上没有人戴口罩 那我们难道生活在 这都无所谓 彭博今天说 这件事情引发人们 表明着民众不满身高 如此直接批评中共的防疫政策 很少见 这是反习势力的东西 真是中共党内反习势力 所以反习势力肯定不接受它 就以这样的方式来披露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观众